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健康饮食,开始研究养生与健身的方式方法,从而为获得更多的营养达到健康的目的,避免人体因为缺少某种物质而诱发各种临床疾病。 临床发现很多慢性疾病都与日常饮食不健康,不规律有关,因为身体缺乏一些营养物质和维生素而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 不健康的饮食方式是诱发疾病的根源,对于垃圾食品一定要杜绝。 那么,哪些食物被称为垃圾食品呢? 什么样的食物属于垃圾食品的范畴?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在饮食上也越发讲究。 对于像汉堡、薯条、方便面、可乐等高油、高脂的快餐类食物、腌制的食物、过夜的食物,都称之为垃圾食品。 其实,我们对于垃圾食品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 简单地说就是对我们身体没有好处,会造成身体负担,带走身体的营养物质, 对身体正常的运转造成阻碍,损害身体健康的食物。 总的来说,垃圾食品就是缺水分,耐于保存,人类和细菌、病毒都无法利用的食物。 这类食物不仅不容易滋生细菌,还不利于消化,需要消耗比普通食物的能量,才能将其消化。 这种食物还含有大量的脂肪,能够抑制我们体内胃酸的分泌,刺激味蕾,让我们胃口大开,想要吃得更多。 此外,垃圾食品还会分泌皮赤唇,让我们产生饥饿的感觉,像通过高热量的食物带来愉悦感, 尤其是人在压力大的时候,就更想吃垃圾食品了。 由此看来,垃圾食品真不是一种简单的食物,竟然会让我们不自觉地产生一种饥饿的感觉。 我们上面也说了,一想到垃圾食品,多数人脑海里想到的就是方便面,我们继续来为方便面澄清。 其实,不只是方便面,还有其他我们自认为的垃圾食品真的是被冤枉了。 二,有些的垃圾食品真的被冤枉了。 一,方便面 我们对方便面的意见颇深,认为它防腐剂多,地沟油制成,不消化,致癌。 这里任何一个标签拿出来,都能让我们把它拉黑。 然而,事实上却是,方便面虽然配料比较丰富,但是里面的添加剂都是在标准内的,也不含防腐剂成分。 泡面的油是植物棕油,对人体没有危害。 面饼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和谈不易消化。 吃泡面的时候配上青菜、鸡蛋,也可以达到营养均衡的效果。 二,速冻食品。 生活中速冻食品也很常见,比如水饺、汤圆、饺子等,多数人都认为速冻食品没有营养,属于垃圾食品。 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速冻食品并非完全没有营养,在速冻过程中可以迅速降低食物的温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留食物的鲜味,还能防止食物发生变质。 不过要跟新鲜的食物比,营养那肯定是比不过的。 而我们之所以会把它当为垃圾食品,是因为混淆了速冻食品和冷冻食品。 速冻食品的冷冻时间短,在半个小时之内使食物的中心温度低于-18摄氏度,而冷冻食品就难以保证了,有的人甚至能冷冻三个月。 冷冻食品在这过程中会滋生大量细菌,不仅会丢失营养,还可能发生变质。 所以提醒大家,速冻食品不要超过两个月,超过了的最好别吃了。 像牛、羊、鸡等冷冻食品最好不要超过三个月,超过时间的肉最好也不要吃了。 这两个不被大家看好的食物竟然不是垃圾食品,反而是那些看似纯天然的食物,才是真正的人工合成垃圾食品。 3.最新垃圾食品名单,酸奶垫底。 1.酸奶 很多人平时都喜欢喝酸奶,他们认为它富含有益细菌,有助于维持肠道均群平衡,促进消化,缓解胃肠道不适。 很多人也说酸奶有利于减肥,但事实上,市场上购买的酸奶大多含有太多添加剂,有益细菌的含量也很低。 但是需要注意,现在市面上所购买的酸奶在发酵时也会加入一些人工色素以及化学物质,添加剂含量相对较多,摄入过多反而会影响到肠胃的健康。 2.辣条 辣条也是公认的垃圾食品,如果经常使用会极大影响肠胃和肝脏乃至肾脏的功能。 辣条的制作条件非常差,而且为了增加辣条本身的口感,会在其中添加大量的添加剂和色素。 在之前曾经就有媒体多次曝光过辣条的制作过程,即便是一些大牌的辣条,卫生条件达标,但是辣条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添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如果经常吃是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辣条真的当之无愧地被列为垃圾食品的帮手。 3.汽水、可乐等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也是非常常见的垃圾食品,因为碳酸饮料极少量的营养,人体其实并不需要,而它的坏处却是真的会损害到各类器官的。 可乐、血壁等碳酸饮料,其中除了糖分和磷之外,几乎不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其他营养成分。 同时,碳酸饮料使人发胖,非胖是万病之源,还增加心脏病的风险。 因为碳酸饮料中的砂糖和液体果糖会使血糖升高,人体的高糖状态就会造成肠胃、血管、肾脏的负担,导致心脏负荷加大,会导致血压升高,进而就会引起心脏的问题。 另外,碳酸饮料也属于高票令食物,可能给身体排泄、尿酸增加负担。 细水、可乐含有磷酸和碳酸,多喝会带走体内大量的钙,在喝后还会觉得饱,会影响我们正常吃饭。 4. 无糖零食 商家说无糖就代表真的无糖了吗?还真不一定。 营养标签通则表示,规定糖,比如单糖或双糖,如葡萄糖、果糖、半乳糖、乳糖、麦芽糖含量低于0.5%的产品可以标示无糖。 但有的商家违规标示,把无遮糖标示为无糖,或者没有遮糖,但添加很多其他的碳水化合物,比如淀粉、糖浆等。 但这些成分同样会引起血糖升高。 5. 油炸、膨化食品 油炸食品本身就是不健康不卫生的,在炸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油脂和脂肪。 这些油量和脂肪就会累积到人身体的肠道和各个组织器官中,从而造成肠胃蠕动能力慢,同时还可能会引发各种肠胃疾病。 还有一些烧烤是真正的垃圾食品,因为烧烤对身体的伤害也是不容小觑的。 在烤制过程中,油脂低落在炭火上,很容易产生致癌物、粪病比,从而就会导致身体健康受到损伤。 总之,这些垃圾食品在制作过程中会加入不少的添加剂和防腐剂,这些物质对人体健康有害,过量了可能还会引发疾病。 所以,大家在平时尽量吃新鲜的水果、蔬菜、肉类等,这样会让身体更加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